《立法會初選案》45名被告人 處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被判重刑 清楚顯示香港憲制變質之餘 他都反映法庭在人權保障和國家權力之間 選擇中心執行後者的政治旨意 作為無可質疑的最後決定 案件的關鍵是在於北京通過頒布《國安法》 將合法行動變成非法勾當 在此之前反對派結盟、合力針對政府施政、不虧暴力、欺騙 是屬於政治結社和言論的合理範圍 而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 不論原因和動機也不理它是單幹還是聯盟 都沒有法律可以追究 反而《基本法》規定 預算案兩道被立法會否決 特首必須鞠躬下台 此舉的目的是賦予立法機關權力 向行政機關施加壓力 貫徹權力制衡的憲政目標 頒布《國安法》是北京以法律為工具應對政治形勢 2019年反修例運動北京定性為大逆不道 鎮壓絕不首遠 其間警方以非常武力對付街頭抗爭 引發警民暴力對抗升級 反對派領袖吸取區議會大獲全勝的經驗 主張運用《基本法》提供的空間 將選票支持轉為政治壓力 帶入立法機關中以和平的手段彰顯和爭取民間的訴求 面對選舉的挑戰 北京的反應簡單不過 就是重定遊戲規則 將合法的變成非法 反對派爭取立法會過半數 並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 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 將會被視為顛覆國家的計謀 此舉厲害之處 是既可以取締反對派參選者 更加盡顯中央無從制約的權力意志 首先 《基本法》規定是可以輕易繞過 例如必須本地立法制定《國家安全法》 但北京自行制定和頒布所謂《港區國安法》 立即施行 此例一開 北京日後不論是為了整治香港或是推動猶志及興 都可以隨時按政治需要替香港立法 法庭只能夠照單存收 從北京去看 在大陸的法律條文之中 《香港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 一樣都是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 兩者的法律等級是沒有高低的 但誰先誰後誰輕誰寵 取決於兩者在國家憲法和施政的地位 而怎樣去衡量 當然就是由中共領導的全國人大常委去解釋和決定 其次《基本法》過去是統涉香港社會制度和法律運作的最權威憲證文件 原來是出於北京的善意 而不是要履行什麼國際協議也毫無制度保障可言 北京十年前發表《白皮書》 開始建稱享有對香港的所謂全面管治權 儘管這樣的說法是有違反《基本法》之嫌 但北京並無具適 也都無需要廢掉《基本法》 就可以對香港為所欲為 一是因為主導了華語權 中央官員不斷重新定義 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例如高度自治權 原來是中央給香港的 而不是雙方都要遵守的權限界定 因此是收還是放 適從中央專辯 又好像港人治港 原來是不排除北京治港的 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界線在哪裏 全部都是由中央因時制宜 隨機應變的 而第二就是 北京是握有實權的 既可領導特區政府施政 更可以指揮全國人大立法 或者由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 所謂依法治港 還有第三 就是香港的法庭 只是懂得執行 但是就不會 或者不能夠制衡國家公權力的決定 今次的初選案的裁決就正如此 其實法庭本來是應該可以三個方面 按法理和事實阻止國家的越軌行為 一就是指出 港區國安法是好像上面所說的 抵觸《基本法》的規定 是法律的簽建物 合法性成儀 第二就是引證事實和控罪不符 可惜法庭今次的裁斷是不合邏輯 上個星期已經作出分析 這裏不再重複了 第三就是 法庭引用《基本法》第39條保障的公民及政治權利 並且根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規範的人權標準 審視控罪的條文 包括法律是否清楚界定 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政策 是否服務正當的目的 以及手法是否恰如其焚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法庭是不難看到三點 第一就是 絕大部分被告都是因為 不知道參加初選 都會是觸犯離天大罪 問題就出於法律觀念不清 界線是很難辨認 第二就是 所謂防止顛覆 其實是幫助特區政府迴避政治壓力 他們不再需要因為施政失敗而付出政治代價 亦都不用面對和解決問題 第三就是針對非暴力的政治計謀 是不理《基本法》建立權力制衡的原則 對違規者判處入獄四年兩個月到十年不等 更且是違反了《基本法》容許議員 否決財政預算案的規定 再者 大部分被告人不得保釋後審 還要長期等候才開審 加上是不採用陪審員的制度 改由國安法官主審 究竟是否符合審訊公平的原則 亦都值得相確 可見合法活動非法化 法律服務不良目標 而且手段不成比例 又如何可以稱得上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呢? 司法獨立不等於怎樣判案都行 法庭是需要符合基本的規範 總不能夠對人權缺失無動於衷 對事實判斷邏輯犯駁 對《基本法》所憑靠的一國兩制原則自誅不理 難道政府真心相信只要毫不尷尬不斷地宣稱香港是法治社會 外界批評的人就會感到尷尬 或者是無可奈何自動收口嗎? 我是道義明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